刚刚被列入建历史世界纪录的 幻彩泳香港灯光音乐会演 今晚举行第二期会演 参与的建筑物增加至33座 分布在维港两岸 今晚、明晚和大随直的会演 都会加插烟火会演 加天节日气氛 陈月威报道 曼天吹灿的烟火 色彩斑斓的激光 再加上维港两岸建筑物的配合 无论是闪瀉的灯色 还是瞬间变色的外貌 都衬托得维港两岸 特别多姿多彩 幻彩泳香港成为全球最大型的 灯光音乐会演 今晚开始加入九龙沿岸的 三座政府建筑物 令两岸的灯光效果互相辉映 今明两晚和随直夜 会演更加特别加插烟火表演 大家庆祝圣诞随直的时候 就不用只是看灯色了 经济发展及劳工局局长 叶树坤说 希望这一项灯光音乐会演 为本港带来稳定的旅客人数 我想很多人都去这些地方 一直吃 一直欣赏维港的美景 可以说这个环组平香港 增加了维港的吸引力 亦都比旅客来说 是多了一些东西去看 佳节章节 市民不少得外出消遣 警方在酒吧临立的南桂坊 向市民示范酒精呼气测试 又派发传单提醒市民 切勿走后驾驶 亚洲电视记者陈岳慧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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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行